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恐怕用水冲是无效的 我们做了很多臭氧 而且也看了很多文献 那么盐巴跟这个农药 不会自行反应 那么也就是表示说 它根本没有这个作用 它才是真正的解毒大师 可以杀菌除臭 分解氯气化合物 还可以把农药中毒的小金鱼救回来 解毒大师臭氧机 马上为您大显身手 大家早 大家好 我是芳辰 欢迎收看今天的 Champing 101 周末假期一定要很有精神 所以我们应该要吃一个苹果 开始我们今天的一天 但是有一份很可怕的报告说 每天有150公顿含有农药的蔬果 被我们吃进肚子里 有人以为吃有机的蔬菜 就会比较安全 很不幸的是 一般蔬菜的农药残毒比率 是10.1% 有机的蔬果的残毒比率 竟然也高达8.47% 那么为了减少农药的残毒 大部分都是用自来水拼命地冲 或者是用盐巴卖力地泡 但是专家又说了 自来水能够冲掉的农药有限 而且盐巴水有盐吸作用 反而会把农药吸到蔬果里面 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猪肉里面打出这些年年稠稠的东西 里面不知道含有多少的抗生素 荷尔蒙和有害人体的物质 蔬菜水果农药残留比例 高达10.1% 是我们每个人每年吃进3.2公斤的农药 自来水里面含氯的浓度高到吓死人 这就是我们每天喝的水 每天吃进太多的农药 抗生素和化学物质 使得台湾罹患癌症 肝病和糖尿病的比率 高居世界地位 想要解除这些可怕的毒素 臭氧疾是科学家公认最有效的解读大师 我们现在就以这条有花纹的小鲸鱼做实验 看看中毒之后的小鲸鱼 能不能被臭氧疾救回来 那我家农药加到这个容器当中 致溶性的达瓦松稀释100倍之后 在水里面依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油性反应 鱼缸里面连续加进三次农药之后 小鲸鱼几乎完全失去了活动力 最后用筷子轻轻一碰 小鲸鱼就倒下来了 用筷子夹起来 小鲸鱼已经完全没有挣扎的能力 那现在这个小鲸鱼呢 受到这个农药的毒害 已经开始厌厌一息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臭氧如何帮它解毒 被放进水中的小鲸鱼好像死鱼一般 随着水流翻滚漂流 完全失去了自主能力 请注意看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镜到底不做任何简介 看看臭氧能不能把小鲸鱼抢救回来 一分钟之后 小鲸鱼依然毫无自主地随波翻动 两分钟之后 小鲸鱼逐渐恢复活动力 不再翻出鱼杜白 三分钟小鲸鱼竟然死里逃生 可以完全地正常活动了 原汁大学副校长林盛雄博士研究臭氧机十几年 他发现农药的化学结构最复杂 但是臭氧却可以分解90%以上的农药种类 产生作用的机制是 臭氧本身是欧山本身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它要恢复稳定状态的话 它会分解掉 在分解的过程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养原子 就是臭氧就利用这个养原子 去跟别的东西结合 不管是污染污或说细菌 病毒这些东西去结合 就产生很强的氧化作用 臭氧能够分解最顽强的农药 却不会分解天然的有机质 这杯淡茶色的水 是以鱼氯测试剂显色出来的自来水 这一瓶是化合物的紫药水 这一壶是茶包泡出来的天然茶水 把含有化学氯气的自来水 深紫色的化学紫药水 和深褐色的天然茶水 分别倒进两杯里面 仔细看看这三种颜色 截然不同的液体 利用臭氧打过之后 会产生什么变化 经过短短20秒钟的时间 左边两杯化学液体的颜色 已经明显变淡 右边的天然茶水 却不改本色 可见臭氧确实可以分解化学物质 却不会分解天然物质 臭氧分解化学物质的速度 到底有多快 我们以紫药水再做一次实验 把臭氧球放进紫药水里面 开始分解 可以看到紫色迅速地退去 短短30秒钟的时间 紫药水变得完全清澈透明 由此可见臭氧对化合物的分解能力 有多强 把这块切块的猪肉放进容器里面 开始施打臭氧 那我再用这个火去将它燃烧 筷子上的东西烧起来又黑又臭 而且不容易被燃烧掉 由此可见 里面不只是油脂而已 也许含有荷尔蒙抗生素 或是不知名的杂质 这些被臭氧打出来的不明物质 吃进肚子里 肯定是对人体无益的 既有以上的实验发现 臭氧剂也可以把肉类里面的 不明化合物给打出来 以这个杰出面就越打压 所以假如说肉类的话 你如果把它切成小块 那再那个泡在水里面 那直接铺气 用臭氧剂气 那效果也非常好 以臭氧的分解 它是可以杀菌解毒除错漂白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在杀菌是最容易的 那再来是杀病毒 那再来才是处理 比较困难 就是所谓的一个分解荣药 是最困难的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把荣药 能够分解完 我们可以处理 或是可以杀菌 可以杀病毒 它是非常轻松 非常容易的 生进食 它生食是关键点 没有生食谈不到疗效 你既然要得到食物的这些疗效 你必然必须要生食超过30% 我平常帮人家看血液分析的时候 竟然就发觉很多 它是非常标准地在体验生进食生活 竟然发现它血液里面的细菌 远备于一般的人 那就很奇怪了 它吃了那么样的谨慎 竟然细菌比别人还多 根据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检验机构 SGS的实际检测 一般自来水经过培养米实验 很容易滋长金色葡萄球菌 和大肠杆菌 但是经过臭氧打过5秒钟的自来水 却完全没有病菌反应 再以培养疫实验 一般的自来水很容易滋长长岩胡菌 经过臭氧打过5秒钟的自来水 长岩胡菌的反应明显降低很多 它可以传透细菌的细胞膜 以至于去破坏它的基因物质 让细菌受到这个致死的现象 在我们接受委托测试这三株菌 大概我们在跟菌接触5秒钟 就达到99.9%的一个杀菌效果 所以这个杀菌力非常的影响 它细菌最主要就是靠这个臭氧在分解的 回到氧气的时候 它氧气状态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氧原子 那氧原子是一个很强的关能基 它会直接跟细菌的表面的那些 有机物 无机物也会结合 就产生了氧化作用 那就把整个细菌的这个外壳 整个破坏掉 杀菌的方式呢 以目前所了解 它最有靠的方式就是用臭氧 所以我们帮大家在吃生菌的时候呢 你用臭氧的目的不仅是减农药 更重要一点它是必须杀菌的 也就是你买到有机食材的时候 你还必须要小心细菌 一定要在经过臭氧基的处理 不要认为说你买到有机蔬菜 就可以安心了 不对 你除了买到真正有机之外呢 你还要考虑到杀菌 要靠臭氧基的 打过臭氧基的蔬菜水果呢 它比较甘甜 那是必然的 那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经过臭氧基处理过之后呢 你会发觉啊 你会吃得比较安心 东西放得会比较久 臭氧五秒钟可以杀死细菌和病毒 三十秒钟可以分解子药水 和自来水中的含氯 三分钟可以完全分解农药 把中毒的小金鱼抢救回来 从以上这些已经到底 没有简洁的画面可以充分证实 臭氧的神奇功能 你会发生了什么呢